下赛地蓝网队 蓝网队这个演员呢 目前也是比较棘手 当下仅仅也有一个这个迷你中产 中产给谁呢 杰弗格林和这个格里芬 他俩选一的话 还是倾向于杰弗格林 格里芬呢 牵底心 乐业留就留 如果这是索要一个更高的合同的话 那就另门省路 当然牵底心就不光是蓝网队有精整力了 很多球队也会纷纷投来橄榄子 这不一定能够让蓝网队坐享其成了 先留下这个杰弗格林 他是不能放走的 因为目前阵容当中没有3D 所以必须得留杰弗格林 再拖一拖 下赛地打一打 实在不行交易凯卓文 换来这个本系蒙史 这也是一种思路 如果继续坚守三季投不动的话 乔卡里斯也必须得送走 你看不看到今年蓝网队这个选秀 因为现在沙梅特已经离队了 再包括就是阵容当中 乔卡里斯的呢 上赛季季后赛起码是关键的一组系列赛 表现非常惨淡 怎么办呢 看不看到蓝网队他用第一个高顺位的选秀权 选中的是一个射手 那由此可以判断 蓝网队这么缺防守的一支球队 没有选择补强年轻的防守力量 而是选择增添了一位射手 非常有可能 接下来是乔卡里斯以他为主要资产 进行一番角逸 引进一些防守力量了 那肯定是要动乔卡了 这就是蓝网队接上来呀 至于说这个自由市场之上在演员呢 我感觉 来年呢 真说对于老将最有吸引力的两大球队 那肯定是 雄鹿和 胡仁 这两支球队最有吸引力 蓝网那就退而休息次了 往往是什么呢 在这个市场当中有实力老将 高性价比合同的争夺领域 如果说你不是前二 仅仅是位居第三的话 这玩意基本上你只能吃点长羹冷制了 没有什么太有价值的球员能够供给选择了 所以蓝网队去年其实是最好的一次几遇 当时很多顶级干将纷纷来头 包括阿尔德里希和格里芬这种 原本呢 在各自原本所属的球队 还领数千万美金大合同 来了之后买断领底细 你算一算 但是等到下赛季 没有这好事了 排到前二的肯定是雄鹿和胡仁 这两队伍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